这个药物有什么禁忌? 基本上对于它的药物的成分或是代谢产物 有过敏的病人不可以使用 中重度肝功能异常的病人不建议使用 胆红素大于正常值上线的1.5倍的病人也不可以使用 有什么机会要注意? Toricel这个药物的药物不良反应 严重的程度跟发生率 其实跟它使用的尽量有关系 所以通常输注的 通常会有过敏反应的可能性 很可能是轻微的 有可能很严重的 所以这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有发生输注严重反应的时候 一定要中断输注的过程 给予适当治疗 所以在输注期前 一定要给予抗过敏的药物 包括H1、H2的结抗剂 而且如果反生输注的反应的时候 一定要如果先前没有抗过敏药物 要再给抗过敏药物 而且是抗过敏药物要给的30分后才可以给 而且之后有过敏反应的时候 再给这个药物之后 一定要减缓它输注的时间 然后输注的时间就算减缓 最多可以延长至60分钟 这药物本身是一个M-tode的抑制器 所以它可能会有血糖升高的风险 所以治疗前跟治疗期间 都应该追踪血糖的变化 如果有血糖变高的情形 都应该开始给它介绍 降血糖药物的治疗 或者调高胰岛素 或者它本身在服用的 降血糖药物的剂量 使用Talucel可能会降低 这个病人的免疫的机能 所以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感染 特别是一些四季性的感染 如果病人因为像类似像 背套性淋巴流的时候 可能会合并皮质类固存 或其他免疫之际的时候 医治剂的时候 你应该小心考虑进行 肺囊虫病的预防性的抗生素治疗 的必要性 也有病人因为Talucel的使用 产生兼殖臂性肺炎的报告 所以对于临床上有出现 呼吸道症状 特别是呼吸困难 心发性的呼吸困难 咳嗽、缺氧、发烧等要小心 是不是因为这个药物 就诱导的兼殖性肺部疾病 所以有这些疾病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做电脑断层 胸部电脑层 胸部X光 来跟所谓的肌 刚开始的时候作为比较 看看是不是有 可能是兼殖性肺部疾病 如果是有兼殖性肺部疾病 有意义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先停用 直到症状消退 或者肺炎相关放射性的检查 结果获得改善 才好 而且在这个兼殖性肺部疾病 一定要考虑内固存或抗生素进行治疗 如果这种皮脂兼殖性肺部疾病的 诊断的考量的时候 一定要先进行健庇诊断 排除四肌性肺炎的可能性 比如说肺狼中皮病 由于本身Talucel会依止M-DOT 所以它也会造成 血中的高血脂症跟胆固醇增加 如果这种情形要配合降血脂的药物 所以在Talucel的治疗期间 都要监测血中的胆固醇 以及酸酸甘油脂 另外有人使用Talucel产生肠胃道穿孔 腹部疼的一个病例表现 如果病人有新发的腹部不适 腹痛家具或血便 一定要小心是不是有可能 重回到穿口的发生 Talucel也有末期生癌病人 接受Talucel出现肾脏疾病急速而化 甚至急性衰竭的个案发生 而且这些病人就有一部分是属于 无法透析的一些病人要特别小心 Talucel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 这一点也要特别的谨慎 另外Talucel如果合并 重拾使用抗体血剂的治疗 如果病人同时有中处神经系统的肿瘤 包括原发或转移的 这时候要小心Talucel可能会增加 颅内出血的风险 甚至有致死的可能性 对老年人来讲 目前老年人使用Talucel 可能比较容易发生一些不良反应 例如腹瘸、水肿跟肺炎 实验室的指标就是 目前建议Talucel使用 至少每一周要进行血液的检查 CBC的检查 每两周要检测一次生化的检查 如果病人因为Talucel 使用产生血小板降低的心形 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 包括鼻出血 也可能会合并有 失踪性白血球降低的风险 造成所谓的发热性的 失踪性白血球减少性的风险增加